由於新冠病毒疫情 英國議會批准了歷時4個星期封鎖計劃 並在11月5日星期四凌晨生效 議員在星期三以516票對38票批准了這項方案 從星期四凌晨1點開始 所有非必要的商家包括酒吧、餐廳、法郎、高爾夫球場、健身室、游泳池、娛樂系運動場所 將關閉至12月2日 封鎖方案是手上約翰遜提出 在野的工黨對這項措施表示支持 議會表決結果就未有任何懸念 不過工黨批評約翰遜行動太過慈悔 但約翰遜所在保守黨的一些議員投了反對票 他們說全國線的封鎖措施太過嚴厲 這項計劃是防止新冠病毒疫情失控 壓跨英國國民保健系統